你好 我是劉奶爸 这一节我们来讲一下有趣的测验功能 这个课程测验的功能它有一个很大的目的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市面上的线上教学课程 大部分都比较没有着重在这个测验功能 那我发现有很多学生在看完课程的时候 有些人会看到睡着 像我自己看别人的课程 有时候我会看到就是越看越没有办法提神 那看完之后有的人会觉得他好像看电影一样 就看完就算了 到底有没有吸收其实不知道 可是透过这个测验的功能 可以很容易让你自己在测验结束之后 会知道到底有没有消化吸收刚刚看的课程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课程功能里面 它总共可以分成八种不同的题型 好 一个一个来示范给各位看 第一种题型就是单选题 这个类别你可以自己去命名 那我把它命名为单选题 这是让大家比较容易理解这个题型 那事实上这个题目是属于什么样的类别 你可以自己去取名字 在后台取名字 那这个单选题呢 它的呈现的方式很简单 就是你给它一个题目 你自己去叙述一个题目 然后呢 在答案的地方呢 你给它多个答案 第一个第二个 这个是选项 选择题的意思 然后它是这一种button 这种button是单选题 这是单选 所以你要选这个或选这个 你只能选一个 选错了就是变红色 选对了就变绿色 然后底下这边会有个跳过题目 跳过的话这题就可以让你跳过 那你也可以隐藏这个跳过题目的按钮 还有一个提示 如果你希望有一个提示给学生的话呢 你就可以在后台设定 那你也可以把这个提示给关掉 好那像这个有提示的按钮的话 点开就会给你提示 让学生知道说 哦这个提醒你这个答案应该怎么选比较好 好那我们来选一下 比如说这个题目是 域名就是网易名称 分散.com 和.com.tw这两种 有许多种种类不只这两种啦 那请问.com.tw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购买呢 还是说一定要公司才可以购买呢 诶那正确答案是什么 点.com.tw正确答案 其实呢是具备公司登记证才能够购买哦 好那 你要选1 选1的时候呢按检查 我们按下检查 哦答对了 它变成绿色了 底下会秀出正确 然后呢还会带出一个解释 因为.com.tw是由台湾管理 只有公司登记的法人才能够注册这种域名 好那这一个解释呢 你在后台管理员也可以针对这个解释看你要不要写出来 如果你不写的话呢 他就只显示正确 那如果错误的话呢 这边会显示红色错误 而且你也可以写一个解释说为什么错误这样 好那我们来看第二题 按下这个继续的按钮 第二题呢我们用复选题 来示范给各位看一下 下面拿两个答案是正确的 我这个题目没有写完整 我这个题目是说我们要去买网址 就是购买域名的时候呢 在哪个网站可以购买 然后这是复选题哦 所以这个是check box 有没有好 这个check box 好那这次呢 我故意选错的给你看一下 正确答案其实是go daddy 跟pc用可以买网址 在雅虎拍摄是不能买网址的 那我故意勾错的给你看 好比如说我勾 这两个答案正确的 我故意勾错的一个 还有对的一个go daddy 好然后按一下检查 看会怎么样结果 好出现了 好你看这边雅虎拍卖 它显示红色代表你答错了 然后这个go daddy显示绿色 代表你这个答案勾的是对的 好这边总total的答案是不正确 因为你这一题呢就整个答错了 其实正确答案是2跟3 好让我们再继续看一下第三个题型 好第三个题型的是自行填写的栏位 就是这个自行填写的空格 那这个题目也是一样 你自己随便你出 那我这边故意是出说 这个英文的我是快乐的 快乐的单字应该怎么写 那I am什么快乐 快乐就是happy嘛 好h-a-p-b-y 好检查 OK答对了绿色的 它就写正确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四题 好第四题呢 叫做排列出正确顺序这种题型 那请用拖拉的方式将英文排列出符合中文意义的正确句子 好比如说这个中文叫做我们教学生如何在社会中生存 那他这个你在后台啊把正确答案写出来之后啊 正确的顺序写出来之后啊 这个出题的时候这边会是乱数哦 这个软体本身啊会把这个顺序给打乱 所以呢这个叫做排出正确的顺序 那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中文 我们教学生 我们教学生 We teach 照顺序牌 Teach Students 如何在社会中求生存 How to survive in the society We teach students how to survive in the society 我们教学生如何在社会中求生存 好检查一下看我是不是答对了 全部答对了正确好一点好得到一个点数 这个在后台也是可以设定的好 我们再按继续下一题 第五种题型叫做拖拉式的题型 那这个拖拉式的题型呢 你可以自己我们这边做示范就是 这边有个商标有个女人有个男人 那这是可以拖拉的 比如说商标哪个是比较符合 哪个图片是比较符合商标的 是这一个我们就把它放到这边来 然后呢女人女人 这个图片是属于女人 把它放到这边来 好男人男人放到这边来 好那这个图片跟这个文字都是你在后台 管理员可以自己去设定的 然后呢我们再按检查 看一下这个结果是不是正确 哦好完全正确都对了正确 好那我们来看下一题继续 好这一题呢是属于填空题 然后请在空白处填入正确答案 中文我是一个漂亮的女孩 好那这个呢 I am beautiful 或者是 pretty 都可以嘛 那我们在后台可以去这样设定 就是你要让他只有固定一种答案的话 我们在后台可以用大括号的方式去做设定 那如果你要两种答案以上的都可以的话呢 我们在后台呢也可以用大括号跟中括号来做设定 好那我们现在只示范前台的功能就好了 后台呢我们就等到下一节再做教学 好比如说 I am beautiful and I am pretty P-R-E-T-T-Y 好 I am beautiful P-A-U-T-I-F-U-L 其实这一格呢 我是把它设定成 beautiful 跟 pretty 两个都可以的 所以我写 beautiful 或者是写 pretty 都是可以的 但是这一格呢 我在后台是设定 pretty 才可以 好然后这个是5加6等于11 好如果后台呢 我是把大括号里面设定11 所以这边一定要填11 然后这边一定要填30 否则就会出错 我故意填错的先31好了 然后按检查 好果然这一题是错了 然后他会告诉你正确答案是30 这个是我们在后台设定的正确答案的 好所以这一题呢 就因为有错一个码 所以就不正确 必须要全部答对 然后才会是正确的 好我们再来看第七题 按继续 好第七题呢 严格来讲它不算是考题 它只是一个评分 看你喜欢不喜欢 设一个试调 比如说一到五分 请真的我们提供的服务给分 好那你就可以写五分或四分 让老师知道 按检查 好这一题呢 不管你选哪一个啊 其实都是正确的 因为这个只是给分而已 好我们再来看第八题 好第八题是属于生论题哦 请叙述你学习后的心得 然后呢你就可以在这边 我觉得学习效果 不错 好 然后按检查 好当你按下检查的时候呢 它会把这一个你填写文字呢 送到后台去老师可以看得见 然后再由老师去帮你做调整或评分 好到这边为止呢 八题我们都做完了 你要去做你要去设定几个题目是随你高兴 然后这个测验里面呢 可以有好多个题目 那这个测验呢 要放在哪一个章节里面 随便你 像我是把它放在最后一个章节里面 那你可以在每一个章节里面 都去安插这个测验的章节 这也是在后台管理员可以做设定的 好了那最后呢 我们再按一下测验总结 看一下结果是怎么样显示 这里呢我们就按下结束测验 然后它会显示测验完成 好结果正在被记录中 好了他跑出来说 哎你总共的课程呢 完成了75分 100分 75分 然后呢总共得到了12点里面的9个点数 那其他同学呢 的平均大部分都是在48.15分 那你的75分 所以你也不错哦 而且它会这边会显示出 哦你在分类里面的某一个分类是得到几分 某一个分类是得到几分 好这边有说 恭喜您完成每一个题目 您可以重复测验从头开始 共5次的机会 OK 5次的机会呢是管理员在后台设定的 你可以设定0次 他就不能够再接受测验了 你也可以设定多次 比如说我设定了5次 所以这边会显示5次 然后观看题目再看一次 这是你刚刚的做过的题目 然后哪边错了 这边可以看到你刚做错的结果或做对的结果都会显示在这边 好如果你要再重新测验的话呢 最下面有个重新测验的按钮 那因为我这次已经是第5次了 所以那个重新测验的按钮就已经消失了 因为他刚刚限制是5次嘛 OK 这个就是我们在前台 给学生做测验 给学生做课程测验的一些功能 非常的丰富 非常有趣 那如果你是讲师的话呢 你用心的去出这些测验题 让学生的学习效果可以更好哦 这是一 accommodate oreta 全面的 在看 帮助 我不嗯 看 Reserve 和 Authent拍 所以 是 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